看到你了 来吧 其实我知道是你啊 我的小章鱼 我好多的吸盘啊 朋友一手墨汁调皮啊 追了它半天 跑到潜水区 隔浅了吧 一条活体的带鱼啊 看这大眼睛 走吧 看看得了 再见 网子下面又发现一条鱼啊 还挺会躲啊 如果没猜错的话 它叫虎头石斑 在我们当地叫黄河的鱼 这只鲍鱼咋回事 咋不动了呢 拿起来看看 看来它是饿极了 连石头都不放过 你看这只皮皮虾 它还是个小宝宝 就出来找东西吃了 它可能刚出月子吧 太小了 快走吧 祝你好运 它发现我了 大钳子已经支撑起来了 这是要给我开战吗 还想跑 我可是有夹子在手啊 有的小伙伴说 收获到的海鲜 带回家不就死了吗 这不 有这个多功能的吊箱 一切都不是问题 容量大 有32升 可以放很多的东西 而且是双层设计 有靠背哦 底座还可以升降 非常的方便 随时可以坐在上面休息 这是我在拼多多 9块9抢的 他们现在有活动 9块9就有机会 秒杀到同款钓鱼箱 点击视频左下角链接 就能参与 礁石上发现一只小海螺 哎 吸得还挺紧 这个太小了 这可不是一朵花 它叫海葵花 一般都在沙子里扎根 这只可能被大风吹上来的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么好看 这应该是一朵珊瑚花吧